人生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都会穿上一件自己的礼服 我觉得生老病死就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 在做兽衣的时候就会把它做得像是礼服一样 大的扣子,你看灵魄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看待 不要把我们当作温神 刚开始的话是会恐惧和不适应的 产品我都不太敢看 然后也不敢试穿 我把兽衣穿在身上 然后会不会觉得不吉利啊 自己完全接受了了解这个行业 还慢慢地开始赶穿 觉得死亡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的话我自己心里边打破了那个害怕的恐惧的边界 现在穿上这款让大家看一下一个效果 一个客户的话是想要一款年轻款的是给他女儿购买的 他女儿是29岁,恶化了 医生说让我提前准备一下 年轻款的一套汉服款的 这老连口的话是一眼就相中了 拿回去了 过了几天他又给我发消息 就是在医院走廊里边 他女儿穿上这个衣服之后 拍了一张照片 挺感动的 女儿当时的话就是也是微笑着的 从衣服当中能够给客户一些安慰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就是值得的